书写不规范到底有多可怕 美国毒血液事件震惊全球 3万英国人因此感染艾滋病 英国首相还专门出来道歉 美国这波卖毒血的烧操作 让我们不禁感到后怕 那是谁发明了书写 用血的发展历史又是怎样 为什么 在我国宣写是无常的 书写却要解 咱先来聊聊用血发展史 早在古埃及和古罗马时期 人们就开始尝试用血治病 不过竟是些荒诞离谱的操作 19世纪后 英国医学家威廉·哈维首次提出的 血循环理论 这使得科学家们开始探索动物间的输血 随后一系列的人体输血实验 也逐步展开 但结构却不尽人意 人体内输血仍存在很大风险 毕竟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意识到 血型这个因素 直到1900年 卡尔·兰德斯坦那揭示了人类红细胞血型的奥秘 这一发现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 也在现代医学的发展来了个加速度 兰德斯坦那因此被誉为血型之父 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 得益于兰德斯坦那的研究 书写技术日益完善后 医院便开始收集血液 以供病人使用 但为什么现在我们都是无常献血 书写却要花钱呢 献血到底有没有福利 无常献出的爱心之血 为何在关键时刻需要付费才能使用 为什么我们不推广有偿献血呢 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世界上绝大数国家都尽致有偿献血 坦白来说如果血液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 那它就可能沦为不法之徒手中的工具 就比如美国 它就是世界上少数允许有偿献血的国家 于是个别黑帮直接自己开了个血液采集站 然后到处绑架妇女儿童强制受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禁止有偿献血的原因了 那么输血时支付的费用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输血时支付的费用并不是血液本身的价格 从采集到检测 从分离到储存每一滴血液都经历了无数道工序 只为确保它安全无误的输送到需要的人体内 这些过程中的成本就是我们支付的费用 不过现血其实还有一些福利的 当年累计超过1000毫升少 那你将终身免临床用血费 家庭成员也会有相应优惠 部分地区更是推出了三点政策 涵盖游览交通等方面 现血时还会获赠纪念品 而且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想优先用血权 就算你在外地就义 用血也可以按照当地政策享受待遇 此外还有国家级表彰奖励以致鼓励 这样看来无偿现血不仅福利多 输血也就只收血检测和处理费用 那你知道病人需要输的血是来自血战还是江战呢 血战和江战有什么区别呢 现血无常啊 那么凭什么输血要收费 血战与江战你分得清他们的区别吗 大家可能都听过现血是无常的 那为什么去医院输血要花钱呢 其实这钱不是买血 而是付给那些处理检测和保存血液 而产生的成本费用 那么我们现在的血都去哪了呢 主要去了两个地方 血战和江战 他们虽然都跟血有关 但干的活可不一样 血战就像是血液的大仓库 它收集了大家捐的全血 然后分门别类的储存起来 比如红细胞 血小板 血浆 这些 当医院需要救病人时 血战就会提供这些血液零件 而江战呢 他更专一 只关心血浆 他会把血浆抽出来 然后从中提取出 像人血白蛋白 免疫求蛋白 这样的血液精华 这些精华对治疗一些特殊的病 特别有用 简单来说 血战提供的是原装血液 江战提供的是血液精华 两者在管理技术和监管上不一样 血战作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 以确保血液安全和质量 所以说 我们输的血也是用处多多 从无偿炫血到有偿用血 每一滴血液都承载着爱与希望 现在你知道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它了吗 时间到底是什么 它真的存在了 每个人一生中好像都在和时间打交道 我们根据时间有规律的学习和工作 也按照时间安排好每一天的计划和任务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它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 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日月交替有时间有指引 一年世纪的变化也有时间的身影 一年20小时 一小时60分钟都是时间的体现 那么时间究竟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时间这两个字是分开解释 时描述的是物体运动的过程 而兼的则是一种人为划分的单位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将一个事物的运动分割为连续的各个画面 每一幅画面就像是一张张照片 记录着物体的运动过程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任何事物都可以用物理学物理量来衡量 时间应该也不力挽 然而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当科学家们试图对时间进行深入探讨之时 却发现时间就是一个抽象概念 不仅看不见摸不着 也无法用现代的物理学来对它进行各种实验 当然也更加无法证明时间的存在 就连近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认为 时间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它们只是人类用来记录物质运动 人为创造的一个计量单位 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呢 时间或许根本不存在 那么一旦失去了时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有科学家曾经进行了一项著名的洞穴实验 实验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实验者在一个地下洞穴中 一连生活几个月 但是基本的吃喝玩乐和地面上没什么区别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只要吃好喝好也有的玩 那么就算在地下洞穴生活个一年半载也没问题 然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睛 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所以人类离不开时间 哪怕它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 虽然人类现有的时间概念或许是人类思维创造的产物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时间所反映的物质运动状态都是真实存在的 不管是微观粒子还是宏观的天体运动 宇宙间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存在着运动的概念 他们在宇宙中运动 有诞生有消失 不会被按下暂停 更不会重新计时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时间是因为人的思维而存在 那这样的时间还有意义吗 如果时间是因为人的思维而存在 那么这样的时间还有何意义吗 时间其实就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单位 说白了时间是为了人而活着的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可以感知到时间的流逝 而且一旦离开时间 人类的思维活动就会受到重大打击 整个人类文明也将遭遇巨大的灾难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时空并不是平坦的 而是存在着扭曲现象 时空的扭曲来源于物体的引力 引力越大 时空扭曲的就越厉害 所以时间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大质量天体的附近或者是上面 时间会表现得非常满 所以才会有神话故事中的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说法 如果你能在黑洞的周围 安全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到地球 就会发现地球有可能已经过去了 数百年甚至数千年 但是在你的认知中只过去了几年 这就是时间变慢的结果 对空间概念感兴趣的人可能也了解过思维空间 在思维空间里整个空间由长宽高和时间构成 时间在这里是一个可以被测量 同时也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 它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现有的物理体系无法证明时间是否存在 但时间的意义确实是无法忽略的 大家觉得时间是否存在呢